竹梨馆 说到竹子 那绝对是植物中的风雅君子 有它的地方就能焕发出别样的风情 当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溪流与竹林相遇 就会瞬间听了几道优雅秀丽 同样的 当一座平常无奇的山丘与竹林为伴时 就会立马做了几分静谧幽深 竹君风度翩翩 引得众多附庸风雅之人也都前来解有 但能够真正与竹子心灵相通 肝胆相照的风度迷世 实在是寥寥无几 直到王维的到来 竹子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金蓝之交 这位众生心无杂念的佛教徒 内心里深深向往着竹林中的浓浓产力 所以在他的竹林里便搭建了一座小屋 有了这间小屋 便可每天与竹子倾心交谈了 当然也要对他赋诗赞赏一般 师提名为竹林馆 竹林馆 王维为自己的竹林小屋 西流边的翠竹林 白天有几只鸟儿欢歌笑语 夜里鸟儿入睡后就更是万籁俱寂了 这天夜里仍未睡觉的王维抱着琴 从小屋里走出 走到竹林里了 然后独坐幽黄里 幽黄指幽深的竹林 王维独自坐在幽深的竹林里 起初就像他的竹子朋友一样 沉默不语 只一会儿他就打破了竹林里的沉寂 方法是弹琴赴长笑 长笑是错口发出的清脆长音 类似口哨 这剑王维食指轻飞 琴弦便在夜色中温柔舞动 嘴唇微搓 长音便从舌尖轻柔飞出 琴声笑声交织成最动人的夜曲 迷醉了整片竹林 不过似乎有些遗憾 因为身临人不知 如此忧深的竹林 想来是不会有其他人 也能知道这动人的旋律了 但其实并没有关系 只要有明月来相照 没有其他人来 又如何呢 那皎洁的明月 才是王维不离不弃的知音呢 他不仅沉浸在音乐之中 而且还不时用他柔柔的光芒轻抚着王维 照亮王维的每一寸机里 甚至把他的心都照得通透明亮 明月在陶醉 竹林在陶醉 王维又怎能不陶醉其中呢 夜深人静之时 弹琴一曲长笑一番 是众多隐士的癖好 早在魏晋时期的阮吉 就是长笑高手 还曾写过夜中不能寐 起作弹明琴的诗句 阮吉从深夜里坐起 弹琴聊以自慰 想必是有些陈世中的不平之气 而王维独坐在竹林之中 在明月照射下弹琴长笑 陈世中的那份不平之气消失不见 只留下禅忆中的清幽觉俗 清觉的王维果然不愧为师佛 不愧为竹林明月的知心好友啊 独坐幽黄礼 弹琴傅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